五分鐘的時間,我一直喝酒,然後我喝醉了 我沒有記憶 你最後回家嗎? 我在路邊睡覺 然後我手機不見了 被偷走嗎? 我也不知道,現在還沒找到 就是被偷走了,肯定是被偷走了 可是我好想我可以買到新的手機 13的 因為喝醉,所以換了一支新手機,很開心 老婆很生氣吧? 超級生氣 那時候她在日本,跨年的時候 聯絡不上 又是跨年,然後又聯絡不上 真的會生氣 你在幹嘛? 你買了新的手機,花了很多錢 你在幹嘛? 我跟教學說,Happy New Year 馬上進入喜劇日常EP47 大家好,我是靜兒 我是品語 我是丹麗 讓我們歡迎今天的大來賓 曼彩少爺的三母さん 我是曼彩少爺的三母,大家好 大家好 等一下全程就會用台語錄 三母さん,你有吃飽嗎? 吃飽 有聽懂嗎? 聽不懂 聽不懂 三婚提出的,起婚口打拼 為什麼要講這個? 打拼 你是叫她結歌嗎? 她怎麼可能會啊? 打拼聽得懂嗎? 打拼聽得懂 加油這樣的意思 打拼 打拼 我們要努力去做一件事 把這件事做到最好 一起拼命這樣子的感覺 是啊,打拼 對對對 好,那今天邀請了三母さん 因為三母さん現在正在跟我們一起巡演 三母さん是什麼時候認識我們漁人的? 差不多 二、三的開幕開始的時候 二、三的開幕開始的時候 所以兩年前左右嗎? 對,兩年前 那時候你第一個認識的漁人的組合是誰? 你們演短劇 四個人一起演短劇 四個人 三個人吧 我們最多三個人吧 那個二三 comedy有鬼 哎唷 可是那個鬼是最好笑的 而且那個鬼講日文吧 你才覺得最好笑 因為完全聽得懂 可以跟觀眾講一下三母さん也是雙子座 對 雙子座是怎麼樣? 會劈腿嗎? 三母さん? 哎呀,有很多啊 不對不對不對 三母さん這一集 你到底知不知道我們在聊什麼? 三母さん這一集不是要毀掉你喔 這一集的專訪不是這個策略的 不是這個方向的 所以對於雙子座的印象是什麼呢? 都是從丹麗身上得到的 才不是 沒有,我覺得台灣 台灣很多人覺得雙子座很可怕 會覺得它很雙面 就可能表面上做一套 私底下又是另一套 可是三母さん感覺沒有 我們沒有看到第二面 還是你腸太深了 是嗎? 對啊,我們目前沒有看到你的第二面 沒看過你生氣耶 但是我在舞台表演的時候 或跟私底下還有喝醉的時候 喝醉的時候 雖然我突然變色色的 這個只是本性而已 他不是第二個本性 沒錯沒錯 你只是藉由喝酒 然後故意可以做這件事情 比較合理這樣 這才是真實就是我真實的你 啊,懂意思了 可是真的真的很想看三母さん生氣耶 真的嗎? 可以演一段戲嗎? 你有生氣過嗎?在台灣 生氣過很多次了 可是是什麼事情讓你生氣? 什麼事情? 最近我有了 啊,最近就有了 我們台中表演節目之後 對 我跟小籠包一起搭計程車的時候 因為零件一點左右吧 我們小小聊天 這個計程車司機是那個歐巴桑 歐巴桑突然跟我說 你的中文怪怪呢 這樣 然後 突然歐巴桑加入我們聊天的內容 然後 你是哪裡人? 啊,日本人 你的工作是什麼? 這樣 剛好我們表演結束了 上次搞笑藝人 搞笑藝人 你上過電視節目嗎? 憲哥的節目上過嗎? 啊,剛好我們上個月 我們上了 然後我上過 那個綜藝大熱門 就是漫才賽場剛上完綜藝大熱門 也剛播出這樣子 對對對 然後你的名字是什麼呢? SAMU 然後突然開始叫 日本藝人SAMU 然後他開始直接現場 用手機找你的名字這樣子 是是是 你叫他好好開車啊 對,真的 然後找到了你的那個影片 現在可以看嗎? 啊,不需要看現在 不需要看 我會理解你的感受 我也以前那個當歌手過 所以那個我也會理解感受 你的感受 這樣不需要找吧 對啊,現場看很尷尬 你一說他說他以前當過歌手 是是是 然後他可以理解說是說 啊,你在上節目什麼這些感受 只是說在聊天過程中 他就開始找你的影片這樣 然後讓你有一點不舒服 對,然後他找到的是 因為那個 日本搞笑藝人SAMU 所以找到我的 當過脫口秀的 個人的脫口秀 對 而且這個是最糟糕的 搏擊的段子 太糟糕了 我跟那個小籠包 一起聽那個搏擊的段子 十分鐘的第二時間啊 那小籠包在車上有效嗎? 對,我一起那個跟小籠包Q點 小籠包不好意思幫我 歐巴桑說那個 不要找 然後小籠包說我也想看 我也想看 哈哈哈哈 這小籠包真的糟糕了 小籠包跟我說那個 SAMUさん 你不是SAMU 例如那個現在是那個 我自己覺得我是單力 這樣的話 你可以接受 可是我聽不到他的ロジック 所以我 哈哈哈哈 我懂意思就是說 在計程車上的你 你認為現在不是你在表演的山目 是這個意思嗎? 應該是說 他在計程車上 大家一起在看山目的表演 小籠包應該是叫 那你就當自己現在不是山目 對對對 自己修自己那個 我不是山目 對對對 你只是一個一般人在看山目的影片 小籠包這麼說這樣子 哇那小籠包也是百目啦 對呀 哈哈哈哈哈哈哈 而且一般人看那個 戀愛的勃起的段子 很尷尬 哈哈哈哈 很尷尬 oh my god 七分鐘一起看我的勃起的段子 哈哈哈哈 然後到了我家起火那個 突然那個司機的歐巴桑 跟我說那個 可以給我錢名嗎? 這樣 喔他喜歡耶 我寫曼莎笑也太甜了 哈哈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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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糟糕啦 太甜要生氣啦 超激了 四分鐘的第二時間啊 太甜嗓要生氣了啦 沒想到第一個 魚人第一個讓山目嗓生氣的是小籠包 哎呦 真的啊 小籠包也是百目啦 真的 真的啦 而且我覺得他應該會想一直裝傻 對對他就會想說 是嗎 不需要表演已經結束了 哈哈哈哈 平行一點喔 超濃包 不行 不是這樣啊 山目嗓表演結束認真一點 超不適合你講的 因為你很 你有很常也在 私底下也會 Bokeh 對 我覺得要跟觀眾講一個前提 就是為什麼我們會問山目嗓說 他有沒有生氣過或另外一面 因為山目嗓對我們來說 私底下就是一個 小屁孩 你不要看他說三十幾歲的人 但他私底下就是一個很愛玩的人 然後一直開玩笑 對 所以我們一直都不知道他到底有沒有不開心的時候 或是很認真的時候 或是很生氣的時候 對 結果沒有想到生氣的故事這麼精彩 哇這個沒有想到耶 太厲害了 哇那個計程車司機阿姨也是白目啦 對吧 兩個台灣的白目 歐巴桑跟小籠包 太好笑了 哇小籠包也是厲害 我覺得小籠包也很怕 很怕阿姨要看他們的片子 因為小籠包跟丹利的最新的片子 也是那個什麼屌阿水管甩來甩去的東西 所以還是看伯奇好了 所以小籠包是計謀 他是陷害三不三 對吧 對吧 我也想一想一想一想 他也是搞笑一點 很有趣囉 不承認 他的中文沒有怪怪的沒有被問 可是你當下有表現出生氣的樣子還是還好 有阿 超級尷尬的 阿姨不需要招 阿姨真的不需要 真的不需要小籠包是 那個他的名字是 小籠包 不要 不要告訴我 拜託我們是一個Team吧 沒有笑 三不三我在幫你罵小籠包 我們剛剛只想要 Cue出三部長講一些生氣的故事 沒有想要跟小紅包如此有關係 好 那那個三部長說在open mic認識我們 所以那時候是誰先跟你講話的 應該 沒有講話 沒有講話 第一次幹而已 可是印象很顯刻 很有趣了 那愚人對漫才少爺的第一印象是什麼 還記得嗎 我記得是我們第一次跟他合作 是我們之前在咖啡杯杯 在國家戲劇院的咖啡廳演出 然後就覺得漫才少爺的觀眾緣好好喔 他們一上台很快 大家就可以馬上接受到他們的笑點 就算聽不懂還是覺得好笑 我覺得是真的聽不懂的 但是我覺得他們進步超快 因為他們今年的專長 我不是說表演功力 我是說中文 就是今年的專長 我覺得觀眾就完全是跟著你們一起在笑 就感覺那個中文接受度觀眾更高了 還是之後山目上的漫才可以在後面放字幕 對對對 以前那個我們 這個是台灣跟日本的公司一起合作的唯一啊 我們參加的時候我們試試看 然後後面的螢幕上那個中文字幕 大家看中文字幕而已 所以那個不理我們的表演 對啊有字幕大家都不理你們了 對對對所以放影片就OK了 不需要 而且觀眾會笑在字幕上吧 因為笑點都在字幕上了 對 而且呢 最早歌的事情是 我忘字啦 啊 字幕一直泡 然後我是那個 接下來的台詞是那個 蹦蹦 想不想 往後看就好啦 對對對 放字幕很尷尬吧 是 就完全不能出錯啊 而且短句的話 還算我給每次都固定的台詞 慢著的話 有時候跟觀眾一起互動的話 或是有即興的部分 是是是是 就會有點尷尬 所以真的試過啊 太酷了 我們以前那個去看舞台劇啊 不管是外國來的 或是有時候前陣子有日本來的嘛 然後他們就會放字幕 但是只要字幕笑點先出 我們就會先笑 但是到底那個演員 講到那個笑點沒 我們不知道 就是因為笑點已經出來了 那我們就先笑嘛 可是我們根本不知道這個演員 他到底講的是不是這個笑點 我們其實不知道 但跟不知所說是那個演員 我還沒講 對啊 已經笑了嗎 我胖局都還沒到 你們就笑 台灣觀眾蠻好搞定的 確實 可是我覺得 台灣人很厲害的事情是 你們已經習慣看 海外的綜藝節目 然後上中文字幕的 這個是日本的話 不多 現在的話 越來越多 這個是Netflix 或是其他的頻道 所以 越來越多看海外的綜藝節目 那這樣我很好奇 那日本人會看台灣的綜藝節目 都不會 沒有沒有 其他的國家的綜藝節目的話 幾乎都沒有看過很多 因為他們覺得 日本的綜藝節目才是最厲害的 最好笑 對 他們真的不知道 其他海外的綜藝節目是什麼 而已 可是也沒關係啦 因為我們也都超日眾 確實 因為你們已經做得很好 對 日本的綜藝節目真的很厲害 一定你們不知道我們才超 你們知道我們怎麼超 日本人每次都問我 現在台灣人都知道現在日本流行的東西 但是他們不相信 怎麼可能 怎麼可能 我們台灣人會知道你們在流行什麼 這樣子 沒想到台灣人那麼了解日本文化 所以對你們接受度就很高啊 對不對 其實 你覺得台灣的觀眾 對你們 跟日本的觀眾對你們 對於笑聲這件事 哪一個更友善一點 就是更容易願意笑 更好笑 其實現在的話 越來越乖乖 這個意思是 我們來到台灣八年吧 所以回去日本的時候 也是 日本人 以為我們是台灣人 所以 簡單的做介紹 大家好 我們是漫渣少爺 對他們來說 這個是笑點 所以 一點就 哈哈哈哈 這樣的 以前完全聽不懂 但是突然開始那個莫名其妙的語言 他們以為你們在裝日本人嗎 對 沒錯 好難過 還蠻難過 還蠻難過的 我是日本人啊 是 為什麼這樣子就笑了 而且我們也是 明明已經準備了笑點 這個部分不需要 做介紹就OK 哦 就感覺用人設就可以撐過他 是是是 所以我們現在 中文也是不標準 日文也不標準 完蛋掉 卡在中間 沒錯 好啦去學英文好了 英文 對 沒有 那就只會有第三個不標準的 就是英文也不標準這樣子 哦 那還不錯啊 兩邊都吃香啊 就是 日本跟台灣人都會用不同的角度來看 像魚人時代去日本就死掉了 絕對吧 對 你們如果去日本的話 怎麼表演啊 不會去日本表演 山姆桑 不要提出一些很怪的建議 對 你現在很像計程車的阿姨 白目的 白目的 歐巴桑 三個白目的 三個白目的人 在車上 那這個山姆桑這一次是 第二次跟我們合作 沒有第三次啦 從咖啡杯杯嘛 然後再到我們的 在Truth3Comedy做的那個緊急開場 然後到這一次 2023年升級的緊急報效 對不對 三次合作 你覺得跟我們合作 跟以前認識的我們 有什麼不一樣 完全不一樣 對你們的印象改變多了 變討厭了 對沒錯 畢竟我們有白目小巴 因為第一次合作的時候 對你們的印象是 即興的 團體的感覺 對玩遊戲 這個咖啡廳的話 比較多遊戲的節目 沒錯 然後第二次的話 短志比較多 對對對 然後第三次的話 因為開始Podcast吧 你們已經開始Podcast 所以你們的模擬也是越來越好 有被看出來 是是是 看出來 那個開場的時候 的talk 結尾的talk 也是很流利很有趣的 哦 所以對我們來說 那個很難過的時間 沒辦法參加你們聊天的速度 越來越快 太快了 對 效果也是很準的 哦 對對對 因為那個漫才少爺桑也有跟我們講 就是說 他們其實不管是參加我們節目 還是參加達康的節目 我們的語速 對他們來說都有點太快了 所以是真的蠻討厭的 是 而且呢 對我們來說呢 看觀眾的翻譯 之後才我們會翻譯 所以人講的時候 或許我最開心 因為我直接跟你們說 人講了 就你會知道說這個moment是什麼狀況 然後剛剛好笑的東西就 不知道好笑在哪裡 對沒錯 笑人會在哪裡 怎麼觀眾就笑了呢 三目上是看到我們的進步 那有沒有看到我們台上跟台下的不一樣 對人呢 人的不一樣嗎 我們先不聊小籠包 小籠包以為嗎 就是有沒有什麼是我們台上是這個樣子 因為之前在看很多層面 可能都是從台上認識我們 對那有沒有什麼是 其實我們台上跟台下是不太一樣 啊 實際 上台跟實際不一樣的 有人時代的演員是 朋友 欸 為什麼 朋友的話 台上的朋友是 可愛 然後 實際就不可愛 沒有 因為他可能一下台就會開始卸妝 沒有 有一點不是熊的 但有一點 很認真 距離感 是喔 嚴肅 姐姐的角色 台上的時候或妹妹的角色 你有弟弟 沒有 他沒有弟弟 尼桑啊 尼桑說弟弟 他沒有要讓弟弟 妹妹 有嗎 沒有 我覺得你算有吧 我覺得你算有吧 但家裡有弟弟 妹妹 可能阿姨生的 這樣子 他很喜歡小孩子 喔 是喔 對 他很喜歡小孩子 所以他會有一種照顧小孩子的狀態 對對對 他把你當小孩子 沒有吧 謝謝你 沒有 不要感謝 不要感謝 前幾天他演出的時候 演出前 然後三木桑突然要來跟我借東西 然後他就說 平昀我要跟你借那個書 書 書 然後我真的聽不懂是什麼 我想說 書 因為我們有一起那個考試的短句 我想說他是不是想要 新恩跟我拿課本 他可能想要練習還幹嘛 我說課本 課本 他說不是不是 那個書 我說書子嗎 不是 原來他是要借定型譯 差太遠了吧 聲音 噓 誰知道 那三木桑你必須先把這個動作出來 不然我們台灣人沒有人知道你書是什麼 書就只有課本跟書子 這兩個是極限 因為我這時候在遠方看的時候 平昀在講課本的時候 我內心也在吐槽 書子 怎麼可是課本 我特別講那個 臉書講 噓噓噓 這樣 聽不懂 他講課本的時候 我在 站在遠方看我都說 怎麼可能是課本 一定是書子吧 結果平昀就說是書子嗎 你說不對 然後我在遠方我也嚇到 也不是書子嗎 那到底還能是什麼 我後來有跟喜德討論 他到底為什麼會把那個東西叫做書 是日本那種東西叫書嗎 後來我們想說 應該是他要借絲滑扣 然後就書滑扣 才不是 結果更荒唐是聲音 是書 所以台灣人沒有叫他書嗎 沒有 絕對不會 誰會叫他書 沒有人接這種書是什麼 對啊 他就是定型意 可是定型意 對那個三母腸跟太子腸可能來說太難 就定型意 就是把頭髮固定的 定型的液體這樣子 可是 貓咪也是尿 對不對 開家的時候 火啵啵嗎 啵啵 啵啵 可能會是火車或什麼的 沒有 火車是請強請強 請強請強吧 所以這個也是 不要再用撞聲詞告訴台灣人 台灣人聽不懂 對 太難了吧 所以貓瑜是這個落差很大的人 對 落差很大的 因為其他人的話沒有那麼大的 落差的 就是他上台會有一個 上台的狀態 然後下台之後他開關就會關掉 那種 對 有時候會這樣 喔假 那是假 假面甜心 雙子座啊雙面 雙子座 貓瑜在台上會是比較 看起來是 就可愛少女這種 但台下是很獨立的女生 對對對 對 所以會有點落差這樣 山木場呢 在這個跟太田場在日本搭檔的時候 一開始不是在基本行業 是是是是是 是在別的公司 沒錯 然後也有在上一些喜劇的課程 對啊 因為我們其實蠻好奇 就在日本的喜劇課程都在上些什麼 喔 我們學校的話有點像台灣的感覺 比較自由的 跟你們沒有那麼大的差別 這個意思是表演舞蹈 還有怎麼寫腳本這樣 基本行業太天上的 我們公司的基本行業是最嚴格的 比你們還要嚴格 對 好像軍隊的感覺 軍人的感覺 喔就很嚴苛的那種感覺 我們的話真的好像專門學校的感覺 沒有那麼嚴格 喔 所以你們要學類似比如說跳舞唱歌這種也要上 唱歌沒有跳舞有 跳舞課 喜劇園上跳舞課也蠻特別的 是 HIP HOP 喔街舞類型的課程 是沒錯 所以三木桑會跳喔 我完全沒有節奏 完全是被當掉的狀態 對 那三木桑現在這個 你應該是我們少數現在台灣圈內的喜劇演員裡面有女兒的 就有小孩的 對 少數有小孩的 有沒有對你的喜劇生活有什麼不一樣 因為以前我們先講一下前提好了 就以前認識三木桑的時候他太太跟老婆 知道他有太太跟老婆 但是那時候他們還沒來台灣 欸應該老婆跟小孩或女兒 太太跟老婆 有兩個嗎 有兩個 屁腿的感覺 對 三木桑對不起我不小心講出來了 好耶 不可以 不可以好 對 然後那時候就是他有太太跟小孩 那只是那時候他們在日本 所以三木桑就是感覺是一個蠻自由的人 就是喝酒啊 或者有時候跟我們玩很晚啊這種感覺 對 那因為現在他太太跟老婆來台灣之後 他就變成一個愛家的 太太跟老婆 沒有太太跟老婆 沒有啦 兩個都來了 那來台灣之後呢 這個三木桑就變成說 欸很常表演結束就回家 確實 這種狀態 對 我完全相反 因為我之前我住很遠 所以我沒辦法 就是表演完 留下來跟大家一起吃飯 然後我現在來台北之後三木桑就都沒有跟我們一起吃飯了 對 因為他現在都要直接回去顧小孩 很可惜 對 因為第二個女兒還還一歲 很小 所以對 跟你們一起吃飯的機會也是越來越小很可惜 對啊 所以除了這個影響以外 小孩子有影響到你的喜劇的生活嗎 最近呢莫名其妙的段子 比較多我們段子的內容是 因為一直看小孩 對 有靈感 對 有言有關的動作 什麼樣的反應的話 讓女兒比較開心 這樣 我試試看 在家用小孩 用女兒 逗小孩的方式 對 所以在家一直在open mind 四四四四三 因為 少爺桑的段子很多都是三木桑在創作的 是 所以就是會從小孩子身上找靈感 而且他的想法有些logic也是完全不知道 上次那個他開始學英文的時候 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M 後面是一直 後面是一直 我也不懂 但是老婆說 我為什麼這樣講呢 可以演再一次嗎 然後我兩次三次也 然後後來老婆就生氣 叫你教英文了 你在那邊跟他咳咳咳 咳咳咳 老婆跟我說不要講奇怪的事情 不是啊 你不要照我 不要讓空了好不好 現在我人家學士 對啊 我覺得你們家應該是老婆是黑臉對不對 就是罵人的那個 然後三木桑是他黑不起來 他只能白臉的這樣 那你會一直對你老婆開玩笑裝傻嗎 不會喔 你老婆跟金兒一樣會瞪你對不對 真的 好特別 那為什麼老婆是怎麼認識的 老婆是 國中的時候的學妹 所以我第一次交往的人就是他 是初戀喔 是是是是是 哇 超級 所以 可是分手了 我老婆那個告白兩次 然後我被老婆摔了兩次 都是他甩你然後再跟你告白 是嗎 甩你再跟你告白 咦 阿山木桑很聽話 跟我告白 好啦 分手 好啦 沒錯 第一次交往的時候 他跟我說 你跟聊天的時候 我不會膩 然後那個 被摔 第一次的時候 他跟我說 我已經膩了 喔 然後第二次的時候 我高中畢業典禮的時候 因為他比我少一次 所以畢業典禮 畢業之後 我要上東京的大學 我以前在高中是大阪的高中 要去東京念書 對 遠距離戀愛 你會接受嗎 會接受 可是那個 三個月之後 還是遠距離戀愛 又分手了 那後來呢 後來是怎麼又在一起 12年後 12年後 對 所以中間都 就是都沒有聯絡了 對 然後就各自可能也交女朋友 男朋友這種 是是是 12年後 他突然給我聯絡 可以來 去看你的表演 然後後來就聯絡上 對 然後跟他一起吃飯之後 我第一次那時候跟他說 我想要交往 然後如果交往的話 我想要跟結婚 以結婚為前提交往 他就說好這樣子 對對對 不想要再被甩了 好特別喔 是這樣的 哇 沒想到是初戀 為什麼三木場會想要 這麼快結婚 然後生小孩 那時候12年後了耶 沒有那麼快吧 不是 我們在解釋一下 三木場現在已經37歲了 是是是 因為他的個性 感覺很 還很年輕 還是很愛自由 這樣子 看起來啦 就像我們也不知道原來你很愛生氣 三木場是愛耶 三木場是本來就已經想要有小孩了 也有 然後 還是很喜歡現在的老婆 如果沒辦法抓到的話 會覺得很可惜 抓到嗎 沒有辦法把老婆抓住的話 沒辦法取到手 是是是 可是被甩會很難過吧 很難過超級難過 第一次吸電的時候火箭的大哭耶 在廁所裡面 好想看喔 有人在外面吐槽嗎 對 太甜嗎 插舌啦 不要再哭了 趕快出來我要上廁所 不要再哭了啦 要醒你自己都會緊張 還不認識嘛 那時候 還不安慰你 哭屁啊 事隔十年之後 終於說 上次在廁所外面是學長 是你啊 哭屁啊 白癡耶 真的 很難過這樣子 那現在老婆有沒有什麼 最受不了你的事情 全部吧 因為生小孩之後呢 女生是改變多了 女朋友跟老婆也是改變 身份的不一樣 可是生住了小孩之後 改變不一樣的身份 就是從老婆變成媽媽 這個角色 然後她一直跟我說 你吵死啦 所以那個 我盡量安靜做 可是那個 這樣的聲音也是 喬死啦 因為老婆會在 生完小孩之後 變得有點敏感 就是很容易 對聲音啊或什麼 有時候會有點敏感 而且可能也怕 她吵到小孩子吧 小孩子哭人嘛 我為什麼這麼了解 搞了我又有老婆 對啊 我剛解釋好像是我 才是有小孩的人 然後最後那個 她太誇張了 跟我說 你的存在太喬 存在 沒有聲音動作 太卑微了吧 你的存在太吵 太難過了吧 很難過 後來怎麼辦 後來怎麼辦 後來找女兒一起玩的話 應該不是那個 我一個人的問題吧 女兒一起玩的話 就是兩個人的問題 她就沒辦法只罵你一個人 她必須兩個人一起罵 就是三木桑可能在洗完的時候 女兒你過來 你過來 我在洗完很大聲 等一下在旁邊叫 我們合作 等一下要罵媽媽 就只罵你 三木桑都不會跟老婆吵架嗎 吵架過 但是那個我們 主要是她老婆也沒有在看博奇的段子 所以可能就不會那麼生氣 對 三木桑老婆 會看你的所有表演嗎 以前的話 先小孩子 真的還來看過 但是先小孩子 沒辦法 就在顧小孩 畢竟那些段子小孩子都不能聽 確實 真的 可是我覺得孩子大之後 可能會比較不一樣 生活會比較不一樣 因為小孩子可以獨立之後 你們兩個就會有自己的時光 然後撐過去 對啊對啊 這段時間會比較辛苦 所以除了很吵以外 還會說你什麼 因為我們的規則 有規則 對 我們吵著的時候 不管我做好不好 那你對或錯 不管你是對的或是你是錯的 對 可是我先跟她說道歉 對不起 對不起 或 我也 對不起 她就沒事了 沒事沒事 沒事個屁啦 那是你的問題 如果她知道 然後會跟她生氣 這個是現在之前 然後這個情況也是先跟 我要先跟她說抱歉 蛤 對不起 你遲到了 對不起 你知道了 沒事沒事 沒事 這樣感覺三木的老婆更像裝傻 對 這樣子 感覺三木桑真的很愛她老婆 對啊 而且三木桑跟老婆關係 就跟太田跟三木桑的關係 感覺三木桑就是在把家裡老婆受到的氣 她就發在太田桑身上 因為剛剛三木桑講的這幾個真切詞 都是太田桑的吐槽詞 那是你自己的問題吧 然後這什麼沒事個屁啊 都是太田桑的吐槽詞吧 對不對 很有趣 很有趣 所以現在跟老婆有開始出去玩嗎 在台灣帶她出去玩 比較難 昨天也是那個 因為昨天是老婆的生日 所以我帶去韓國料理 吃韓國料理 你們都會去哪裡玩呢 在台灣 最近的話 還是動物園 還有遊樂園這樣的地方 遊樂園 以小朋友為優先 可以去玩的地方 那如果問三木桑一個問題 就如果說 未來女兒想成為喜劇演員 可以嗎 當然不行啊 當然不行啊 不行嗎 為什麼 我跟女兒說 你看爸爸的樣子 沒有Sense 因為你也有這個DNA 你要小心啊 你也有這個DNA 那你覺得現在 依現在的狀況來看 你覺得你女兒是很有幽默感的嗎 幽默感 幽默感的話 有 她會把ABCD 是有幽默感的吧 很有趣 然後她也很喜歡裝傻 開玩笑 那有機會你要擔心了 對 很有趣 兒子的話OK 可是女兒 所以呢 拍照的時候有些她這樣拍 不行 比什麼什麼Rock的動作 不是 那三木桑你要檢討 她會有這個動作 一定是你教她的吧 就是三木桑的拍照動作 就是一個Rock手勢 Yeah 絕對是你教她吧 她不想她進這個行業 當然啊 可是她如果真的很想要做呢 很想要做也是 不可以啊 一次興趣而已的話OK 一次兩次而已的話 跑跑Open Mic Open Mic不行了 Open Mic不行了 Open Mic Open Mic 不行啊 很怕她愛上舞台的感覺 對不對 而且聽到那個 有的日本人演勃及的段子 這樣的事 我不想讓女兒聽到這樣 那就是你啊 只有你會演勃及的段子 女兒不會知道這個的 那三木桑其實 我們都知道她蠻愛喝酒的 對 超欸 三木桑有沒有喝醉過發生一些有趣的事情 應該很多吧 跨年啊 去年的跨年 我參加了博恩舉辦的特殊秀 這個是很特別的特殊秀 跟外國人 我也算是外國人 台灣人跟外國人一起舉辦的 那個外國人的意思是 會講英文的 是兩面的 第一個是講中文的特殊秀 第二個是講英文的特殊秀 我兩個不標準 我覺得我是個台灣隊的 欸 你是代表台灣隊的 代表台灣隊 太誇張的事情是 這個表演中呢 如果我腕子或是 中文不標準的話 要喝酒 那你就死定了 沒錯 這個活動只是在整理而已吧 對 中文也不標準 英文的話更不標準 喝爆了 只是想去喝酒而已吧 跟段子無關了吧 然後英文的話 我知道的英文是 Thank you Hello 那你參加什麼英文中口秀 所以五分鐘的時間 我一起喝酒 然後我喝醉了 我沒有記憶 你最後回家嗎 我在路邊睡覺 然後我手機不見了 被偷走嗎 我也不知道現在 還沒找到 還沒找到 就是被偷走了 肯定是被偷走的嗎 可是我好險 我可以買到 新的手機 13的 iPhone 13 你是說因為喝醉 所以換了一支新手機 很開心這樣子 欸 老婆很生氣吧 超級生氣 睡在路邊 太誇張了吧 那時候 那時候他在日本 跨年的時候 聯絡不上 對對對 又是跨年 然後又聯絡不上 真的會生氣耶 真的會生氣耶 你在幹嘛啦 然後聽到你睡在路邊 然後 你買了新的手機 花了很多錢 你在幹嘛 我跟他說 Happy New Year 老婆氣死了 一點都不happy 太生氣了吧 那女兒知道你很愛喝酒嗎 我跟 所以女兒的前面 因為我不想喝酒 所以他 沒有看過吧 你喝醉 兩三次而已 通常沒有喝酒 所以他不太知道 你會喝醉啊 什麼的這種狀況 那還OK啦 而且現在山姆桑 也是算戒酒啦 是嗎 很少喝 一個月左右沒有喝酒 對 就是很少喝 為什麼你想要戒酒 因為 因為呢 我自己覺得 喝酒之後呢 我會容易酥醉耶 身體很不舒服 對 現在的話 喝醉 隔一天嗎 對 喝醉的隔一天 隔一天也是 我女兒是 差不多 早上五點半左右起床 我也是 一定要照顧女兒 要送她去上學啊 什麼的這種 是是是 所以就會很累 是是是 哇 是為了女兒戒酒 我跟我老婆跟女兒是 今年十二月二十幾號 要回去旅遊 所以 如果有興趣的朋友 趕快約起來 只有二十幾號 可以一路喝到 他們什麼時候回來 一月二十幾號 所以一個月的時間 一個月的時間 一個月的時間 看山木場 你就不要再跨年喝醉就好了 對 其他時間是可以台灣路邊的 是還OK的 台灣的過年的時候 或是我有空 哈哈哈哈 那個時候大家沒空 那時候再過年 那時候大家沒空 對啊 那我們在過年的時候 你們在幹嘛啊 會去朋友家嗎 還是什麼 沒有 還是會找其他在台灣的日本人 聚一聚這樣子 其他日本人也是回去日本 都會回去日本 是是是是 就是自己在家 對 超級無聊 所以日本的過年跟台灣的過年是差不多的 也都是過農曆年嗎 還是不是 日本的過年是什麼時候 跨年的話 日本有元旦 過年沒有那麼特別的時間 你們只有元旦是過年嗎 是沒錯 因為像比如說美國還有聖誕節 就是他們類似過年的時間 但日本都沒有嗎 就只有元旦是過年 有啊 聖誕節也有 所以二十幾號 左右開始 年末 是放假的嗎 還是沒有 所以聖誕節的時候也是放假的 聖誕節的後面 開始放假 是沒錯 放元旦 就是可能放個五六天到跨年 差不多一月幾號左右 哦 那就其實也算是某種程度的過年 對啊 只是我們是過農曆年 他們是過這個國立的這樣子 哇 很有趣很有趣 那山風場這個中文不好 有沒有什麼講錯話的經驗嗎 上次呢 我們參加了一個活動 這個是一個跟日本的卡通 卡通的角色 卡通的角色 然後我們介紹他的名字的時候 因為我們的中文不標準 所以 今天的特別來賓是 引導小彎子 超級糟糕 超棒的 超級糟糕的 媽媽有些 啊 所以經紀人 我們公司的經紀人也是 不可以講這個詞 可是他的名字是 可是他的名字是 這個的 櫻桃小彎子 聽起來很像櫻桃小彎子 聽起來很像櫻桃小彎子 對 對 這個是 我們的中文不是故意的 那太田有吐槽你們 太田也是 講錯的 哈哈 我們兩個人中文不標準 完蛋了 所以一起講這個名字 然後小朋友 小朋友不知道這個意思 可是 大人聽到嚇死了 哇塞 想說這兩個日本人變態 超級糟糕的 那後來怎麼辦 所以前面是不可以講小彎子而已 歡迎小彎子 歡迎小彎子 那請三木嫂現在再講一次櫻桃小彎子 櫻桃小彎子 櫻桃 他倆可以櫻桃小彎子 對不對 那還是有點像 聽起來還是有點像 櫻桃小彎子 好像的彎子 對啊 我從小到大沒有想過櫻桃小彎子 會騙櫻桃小彎子 對 很厲害耶 這小彎子都沒有想過 真的沒有想過 會連在一起耶 真的 真的不愧是漫才少爺 才可以這麼有趣 才可以這麼有趣 超糟糕的 欸 超糟糕的 哇 那上次 那我也要提一個 上一次演出結束 然後 因為我們對於山木桑的印象就是 他平常就很愛在那邊裝傻 搞笑 對 然後我們演完的時候 山木桑就問我說 欸 你們剛剛有在後面看嗎 然後我也聽不太清楚 我聽不太懂他在講什麼 我說 蛤 什麼意思 什麼意思 我們有在後面看嗎 然後我忘了我旁邊是誰 是丹麗還是小籠包 然後他們就說 喔 山木桑在裝傻啦 然後我就說 喔喔 然後山木桑說沒有 他是認真在問我們在後面看 我就說 我們都要演出 我們怎麼在後面看 我們在這邊鄭重 要先跟小籠包道歉 你看真的搞不清楚 我們搞不清楚 他可能搞不清楚 你在車上你是在裝傻 還是真的在不開心 真的欸 所以他只好先幫他報了一下名字 我也有遇到這個問題啊 就是那時候我們在拍照 不是山木桑很喜歡比一個Rock 就大家知道Rock怎麼比 就是 食指跟小拇指比出來嘛 然後那時候結束之後呢 拍完照 山木桑就說 Yeah Spiderman 我說 沒有沒有沒有 山木桑這個是Rock 他說 蛤不是Spiderman嗎 我說 Spiderman是 那個大拇指 大拇指也要生出來 才是Spiderman喔 我說山木桑你是在開玩笑 還是在跟我認真 他說 我認真的 他說 他一直要比蜘蛛人 但是他一直比成Rock 所以他其實是要比蜘蛛人喔 他很喜歡 對這個啊 那個Spider嘛 對 Spiderman是這樣 差不多 差不多 那個Spiderman是拇指要打開的 那個Rock是拇指要合起來的 所以他其實沒有要比Rock 他是要比Spiderman的 各位 這個曼財少爺的粉絲們 今天這個秘辛被公開了 原來我現在 我當下聽到我是整個爆掉 我想說 蛤你認真的嗎 山木桑在台上場 Yeah 的那個動作 一直都是希望是Spiderman 因為電影院的活動 所以我一起模仿Spiderman 然後結果是不是完全不是 而且你又這樣 耶 會看起來更像Rock 超像Rock 對對對 所以他在裡面一點關係都沒有 誤會一場 那沒關係啊 就僵錯就錯了 反正這個動作已經被大家習慣了也沒辦法 就Rock 搞錯了這樣子 哈哈哈哈哈哈 這就是曼財少爺山木桑的日常 搞錯日常 但每次他講一件事要先問 欸山木桑你是認真的嗎 對 不是跟曼財師都需要 我記得有時候跟曼財師講完 搞不清楚他到底在開玩笑還是在認真講 不是因為他那個狀態太太太太像在裝傻 所以那個對於我來說最難的事情是那個開會的時間 我每次都認真跟他們建議 跟他一起聊天的時候 然後他們都以為你在裝傻 達哥都會說好先不要講話閃不閃 對對對 不要再開玩笑閃不閃 上次呢 上次我跟那個阿達局的活動 我上參加了禮拜四的那個遊戲 我突然想要去洗手間 所以我舉手 表演中我舉手 然後跟阿達說 阿達跟我說 你想上廁所對不對 我對 然後上廁所 阿達傻眼 不是開玩笑嗎 因為達哥也在開玩笑 山木桑也在開玩笑 但山木桑是認真的 我認真的 所以表演結束之後 我跟達哥說謝謝給我Q點了 不是不是不是 不是不是開玩笑 好酷喔 對啊 但是也蠻奇妙的就是 山木桑會在表演中的時候去上廁所 妹妹在舞台上了吧 憑什麼去上廁所 他有舉手欸 算是有禮貌了 所以達哥也是傻眼 達哥以為在開玩笑 結果他是真的要去上廁所 唉唷太奇妙了 這次山木桑也有 在這個台中場也有一件事情 蛤 什麼事情 讓你不爽 不是讓我不爽 是他鼓勵後輩的一個狀態 就是那一天台中場第一場 然後第一場稍微 人最多 但是剛開始不知道那天是怎樣 選舉之夜還是怎麼樣 反正那天就是觀眾剛開場很冷 然後大概前15分鐘就完全是觀眾冷冷的狀態 笑聲一直哼哼哼哼這種狀態 然後我在後面聽完之後我就很緊張 我就覺得哇死定了 然後山木桑就跑過來說 金兒不要緊張 你們的作品是沒有問題的 可是我說真的那句話對我來說是很放鬆的 因為我就會覺得說好對前輩也這麼認為 我們的作品來 那真的我們就盡力把它做好 那觀眾買不買單那是觀眾的事 是是是真的 因為那個我也是彩排的時候很多次看了 你們的作品是很精彩的 雖然每個地方的觀眾的歡迎不一樣的 但是不在意就ok了 對對對就是因為我是會很在意的人 是 漫才的話有時候看觀眾的歡迎在現場可以改變 但是短句的話我覺得不需要 比較難一點 會打亂節奏 因為其實那個漫才少爺場的漫才 大家可以在網路上看 有時候就是同一個段子 每時候都不一樣 對會有很多不同的玩法 都很即興的玩 非常有趣 對啊 好啦感謝山木桑今天來到我們節目啦 謝謝 對這個台灣漫才圈真的都有這些很好的前輩啊 在照顧我們 對感謝他們 對那希望這個雖然已經暫時不會再演了 希望還有機會跟漫才少爺一起玩 我可以宣傳一下嗎 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 12月27號到1月27號 我開始擔心的生活 所以如果 給我宣傳你們的專場啊 現在是宣傳單身的部分嗎 好啦欸我們找一個企劃 帶漫才少爺場去遊樂園玩 對啊也是要玩一下 好吧 不是啊你這個企劃要他女兒在吧 他想要喝酒啊他不想要去遊樂園玩 我們去遊樂園邊玩邊喝 沒有他想要是至少帶女兒去遊樂園吧 邊玩邊喝更不能玩吧 吐死吧 這樣才有趣嘛 所以就到的時候欸三木場醒來的時候 在六福村的老虎園裡面 好可怕喔 不知道為什麼中途下車就睡在這裡 還在那個摩天輪最上面 是怎樣連那個管理員都沒有發現到 OK 那這個大家有機會也可以去看那個漫才少爺的演出 有機會真的也可以帶三木場出去玩 謝謝你 歡迎三木場一起出去玩 好的那今天我們也有一些抖內啊 我們要來感謝一下啦 沒錯 在這邊想要感謝RMK這個人他抖內了50元 他說幫單利補少的50塊 欸你拿到了 欸我記得之前有人幫我補過 現在我又再多賺 大家這樣補真的 真的單利的錢就比大家多了 好然後他後面還有說 謝謝愚人Podcast每次都有突如其來的笑點爆擊我 你們真的大家都很可愛又好笑又親切又愛裝傻 台中演出很精采超喜歡 祝台北高雄演出順利加油 謝謝 他是台中的有來現場看的觀眾 感謝你感謝你 其實上週去台中也是蠻感動的 對我來說 雖然說最後一場的人數稍微少一點 就反而最後一場最熱鬧 沒錯 效果最好對不對 你看人不多但還是玩得很開心 然後還有很多是 平時在IG都會幫我們按讚 留言的人 然後當天 終於出現了 對終於見到本人 然後他終於來看我們演出 其實這件事對我們來說也非常開心 所以如果你是我們的聽眾 那如果有機會你有時間也有興趣 也歡迎大家走進我們的現場 然後跟我們互動 如果可以啦 我們都會盡量最後擅長出來拍照 然後也可以跟你們做一些小小的互動啊 對非常感謝你們 那今天呢也要感謝一下三不桑 謝謝 來跟我們分享了很多秘辛啊 對 那小紅包那一段我們會剪掉 哈哈哈哈哈哈 不行啦 那個是大爆點 大爆點是不是 好啦小紅包還是很可愛啦 他比較直線條 他只是那天真的沒有意識到三不桑 並不願意想要介紹他勃起的段子 我覺得他真的覺得三不桑在裝傻 不是 我覺得他真的是熱心 他真的是熱心說 啊你不知道嗎 阿姨我跟你講 是那個山那個木 對對對 他們有很多段子 你可以看他是一種介紹團體的心態 對 三不桑你們會多一個訂閱 然後三不桑現在是我下班了 對對對 你下次可以叫我 之類的別的名字 小紅包有這樣講 他說那三不桑現在就不要當三不桑 對你現在就當一個普通人就好了 怎麼當啊 因為在車上聽十分鐘的勃起 真的會很尷尬吧 真的 很尷尬吧 而且最尷尬的是 如果阿姨都沒笑著我們 對真的 我講的最尷尬是小龍包也沒有笑 哈哈哈哈哈哈 真的表姐 你都推薦了 你自首給我笑吧 對 對不對 無奈的表情 真的 然後他講博起到底哪裡好笑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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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my God 還好他只是這樣講喔 他最後沒有給你一些建議 三不桑我覺得你那邊的寶桂可能要到 跟你見表演筆記 哇 真的會氣死 好啦我們家小紅包也是很可愛 只是他有時候就是很直線條 他比較ㄎㄧ ㄎㄧ ㄎㄧ 可愛妹 OK 好啦感謝大家非常開心 希望大家今天也喜歡我們的喜劇日常 那我們廢話不多說我們下週再見囉 我是靜兒 我是品雲 我是丹妮 我是Summer 好我們下週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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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